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兩篇 用Reinforced Lending 在 Finance Trading 就是金融交易的兩篇研究論文 用Reinforced Lending 在 Trading 上面的論文 從過去到現在非常多 我挑兩篇比較近期的 當作一個Reference 給大家參考 第一篇是用RL做期貨的交易 第二篇是做股票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在操作期貨 我想大部分應該都沒有 期貨跟股票最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一個零合遊戲 有人贏就一定有人輸 它是等比的 在台灣的市場有關於這種衍生性金融商品 除了期貨還有選擇權跟權證 權證跟選擇權在國外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樣的東西 在台灣分成選擇權跟權證 權證是由券商發行的 所以在權證裡面 一般人只能是買家 然後券商可以當買家也可以當賣家 選擇權是兩者都有 可以當買家也可以當賣家 選擇權跟期貨 大家知道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一個最Key的不一樣的地方是 期貨有交易的義務 就是你買家 你一旦付了這個權證金之後 你最後一定就是在最後的結算之前 到不管是結算日前還是結算日之前 你一定要交割 但選擇權的買家沒有這樣的義務 他就付出了一筆小小的權證金 他可以選擇不交割 一個綁的是實際上面的交割商品 一個只是一個 算是一個契約 所以選擇買家可以選擇不履約 但是期貨 你可以在結算日之前或結算日清算都可以 這是台灣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上面三個比較大的操作工具 那這一天是以期貨為主 那可能有商品的期貨 那指數期貨 指數期貨 台灣比如說玩最多的就是台子期 有所謂的大台 就是以台子期它的點數 就每一點它 既然是200塊還多少 我忘記 然後還有所謂小台 小台就是每一個指數它的金額比較低 那這就是透過指數來做 就每天的交易日它的指數上下下 當作一個期貨商品來交易 那第三類就是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比如說國債 公債 還有公司債等等這些固定收益的 或是像存款 存款地率這些固定收益 那最後一種就是匯兌交易 比如說在台灣做外匯交易 這樣子 這幾種交易方式 那這篇論文主要是以這幾個 那 超早我們在第一個 session 有提到這個 machine learning 它需要做 feature engineering 然後要挑有哪些 feature 那我們不是有提到說 Deep learning 基本上大部分都不用做 但是並不是完全不用做 從這篇論文裡面 我們就看到 它要去挑 feature 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為什麼 我們這裡需要挑 feature 我們都知道 re-support learning 裡面有所謂的 step 那就 finance 而言 我們 就 trading 而言 我們要挑哪些 當作我們的 step 那一個最常用的就是 每天的收盤價 或是高低價 那以這篇論文而言 它是以每天的收盤價 這幾個 這裡面的這幾個 當作我們的 step 狀態空間 這個 beta 的 member 第一個就是過去的價格 比如說 看你的時間單位 它可以是日K 就每天的收盤價 或是這個 比如說 如果你是做極短線的 比如說做當充的 你可能要做分K 就每一分鐘 每一分鐘 它的K線的上上下下 等等 就看你的 scope 範圍多大 第二個 就是 收益 買賣之後 會有賺有賠 這個收益 其實可以對應到 一般RL 很直覺的 reward 第三個就是 技術指標 這篇論文 它用到的 兩個技術指標 一個是 MACD 另外一個是 RSI 過去我們有 簡單的介紹 這兩個指標 這兩個指標 網路上相關的 資料很容易找到 這邊我們就不去解釋 什麼是 MACD 跟 RSI 那 基本上 它的 space 就用這幾個 輸入當作一個 vector OK 這邊 就是它的時間長度 要看過去一個月 兩個月 或是三個月 比如說我剛剛講當中 就是看每天 你的收益 損益 就是它所謂Horile的意思 就是它所謂Horile的意思 OK 好 這是 這篇論文 它State 幾個 Feature 它有採用 那回過頭來 這邊開頭 它有稍微提到 這個 RESPORT 在其中的一種分類方法 總共有三種 所謂 click-only actor-only 跟actor-critic 這三種 那 所謂的critic 就是 看 它 我們在求 value function 最基本的 我們是看State 就是StateValue function 那 進一步 我們可以去算 StateActionValue function 比如說 Q-learning 以及加入了 Neural Network之後的 所謂的DQN 這個 DipQ Network 這些 是採用 所謂的 StateActionValue function 那 StateActionValue function 它有一個特徵 它的狀態空間是離散 它不是連續的 它是離散 那 以 這個股票 比如說 以期貨交易為零 它就是-1 0跟1 它的Action -1 就是 賣掉 然後0 就是 手上 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買也沒有賣 然後1 就是 那個 看買進 就是應該說是看多啦 負1 是看空 因為這邊講的是期貨 期貨只有看多跟看空 那 期貨又分做買家跟賣家 如果我們今天買家 我所謂的Buy Call 就是 看多買 Buy 部分 就是看空買 比如說 看漲看跌 因為 比我們以指數而言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指數之後會長到某一個點 比如說 1萬6200點 那今天就有賣家 就 那個 Sale Call 應該說 看漲 就先 先 把這個 會長的 賣一個 16000點 這個點數 賣家賣出來 然後就會有買家去買 這個點數 這樣你的交易就成功了 那反過來 買家也可以買看跌 比如說 看到 會跌到15800 那一樣賣家可以開出一個 Sale Put 看跌 買家看跌 結果買家把他 賣 願意賣的意思是 他是看 他是反過來的 對賣家也 他是完全跟買家是反的 他 他賣 低價格是 看多 他賣高價格是 看空 他因為他覺得不會達到 Right 比如說 現在是1萬6000點 那 我賣1萬6200 表示我覺得他不會上1萬6200 我才會賣這個價格賣出去 因為我要收全力已經先收進來 對不對 那如果他打到 我賣家其實就虧了 我就輸錢了 所以 對賣家的 觀點而言 他是反 跟買家 BiCore 這個看空 看多是反過來 OK 所以 針對這個離散的他的狀態空間 他就只有這三種 負一 零 一 看空 然後 手上沒有任何的期貨跟看多 那 這所謂的這個Critic Only 這邊所謂的這個 這裡講的Critic Only 就是這樣透過Value Function 來Model來計算 那一個點情代表就是DQN 跟他後續衍生的 比如說During DQQN等等這些 那 第二個 分類 就是所謂的Actor Only Actor Only 其實什麼呢 就是去算他的那個 Path C Gradient 我們之前如果有學過Refault這裡 除了去算他的Action Value 我們也可以透過Path C 去DRIVE這個Action 那 如果我們今天用Newal Network來做的話 我們就可以 因為Newal Network也可以做到這個 T度的運算做規點 所以他的狀態空間 因為他的Action空間是連續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所謂的 Path C Gradient 簡稱為PG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第二個 這個 Enter Only 一個典型的代表 這裡 好像在下一頁 PDF編輯 嗯 PDF編輯 Ecropay 你說對了 Ecropay 這Windows有嗎 有啊有啊 也可以 可以換你 可以換你 要不換你 可以換你 Liter W Liter W Liter W 免費 Liter W 免費 Liter W 免費 可以換你 可以換你 免費都會換 會換你 那我們的這一段 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好像在後面 那 At Only Approach 一個典型的 RF也算 就所謂的那個 Policy Gradient 其中一個 比較知名 我記得 叫 Reinforce 它是一個 透過 Gradient Ascent 去 找 這個 Policy 的Distribution 那這邊有一些 關於 經典的 這個 Policy 跟 Finance上面的一些 小小的差異 這留給大家 細節自己去看 第三種 Actor Critic Method 在RL裡面 我們之前讀了RL的書 有一張 就專門在講 Actor Critic Actor Critic 如果我們對應到 Deployment 其實就 Gain 一群同工資料 裡面有一個 Actor 就是他負責 去 透過Policy 去產生Action 另外一個 Critic 另外一個 模型 他會根據 這個Action 去評估 這個Action的好壞 所以你如果 也知道 Gain的概念 其實 這兩個 有非常多的雷同 基本上 最大不一樣 透過兩個 模型 一個 行使Action 另外一個 評估Action的結果 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特別要提到的是 特別要提到的是 這邊 它的這個 Fature裡面 有用到 MACT 就我 看入我們的 理解 這邊 MACT 跟一般股市 MACT的公式 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這裡的 MS 跟ML 指的是 短天期 跟長天期 短天期 比如說 以MACT 短天期 一般是取12天 長天期 取26天 短天期的波動 跟長天期的 波動的 平均的差 那這裡的這個 M S 就是短天期裡面的 所謂的EMA 我們都知道 若你有看過 股票看盤軟體 有所謂的 moving average 移動平均 比如說 五日均線 就是取今天收盤價 跟前四天的 平均結果 五天的收盤價 加加起來 除以五 這是所謂的 簡單移動平均 那 剛剛提到的 EMA 它會 為每天 加上不同的權重 所以今天的權重最高 然後 往前一次遞檢 這叫做EMA exponation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那這有公式的 你可以網路上搜尋EMA 就可以找到 關於EMA公司的說明 那這裏的 MS 跟ML 就是 long 跟show EMA的差 那這個 這個 差我們在 MACD 的圖表裡面 比如說 以台灣的 這個值 我們叫做 DIF 那這裏面 會去除 標準的差 這是跟 一般我們在股票裡面 那個 抗盤問題裡面 它用到公式不一樣 那這裏面 它再去算它的 MACD 這邊是以 63天的標準差 然後再 除一個 252天 就一年 這應該是一年的 時間的標準差 當作一個 MACD的一個技術指標 如果你有上網去查 你會看到 一般講的 MACD的公式 跟這裏 有點不太一樣 順便提一下 好 那這邊有提到 如果是離散 它是鑒於 如果是離散 它就是 負一 零 跟一 那如果是連續的話 負一到一之間 它的十次連續 那離散 那離散 跟連續 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是離散的話 就是全部 做空 阿如一 就是全部做多 那如果是介於 負一到一之間 出了零一萬的值 就是 因為 它是一籃子的商品 它做期貨 它不是做單獨 比如說 指數選擇權 它也有做商品的 也有做匯率的 所以它有一籃子的 商品 去做交易 所以 交易的標的 即使 做期貨也可能不止一個 所以 它要 控制風險 所以我們要做 所謂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那在這種情況下面 我有的會做空 有的會做多 因為Portfolio 商品 在 同一個時間點 它的 比如說 股市跌 你可能會買 黃金币銜 或是債券币銜 這一類的 所以 你會同時做多 跟做空 那 所以這狀態空間裡面 它就會是一個連續 注意一下這差別 OK 那 這是 這個 這篇論文 它提出來了 關於這個 期貨交易的 乙獲方向 如果是0.8代表什麼 就是它 做多比較多 一 一就是全部做多 那0.8代表 就有兩層之多 可以把 想成簡單 兩層是做空 八層是做多 這是很簡單的直覺 但是它 其實要看你的 實際的公式再算 不是這麼簡單的 直接替換 那 這是它的這個 reward function 那 這邊看起來 有點複雜 先介紹幾個 裡面的這個 我有忘記這個 Mu是什麼 好像是一個 好 這邊它直接射成E 就 所謂Don't Care 那這裡面的A 就是我的 Action Value 就剛剛講的 這個 負一到一之間 那這邊 有了Sigma Target 跟Sigma T-E 這邊所謂的 Sigma 在數學上 其實就是標準差 那對於 這個 股票金融交易來講 就是它的 波動率 那為什麼要考慮 波動率 因為 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都有 所謂的到期日 所以 隨著到期日 逼近 它的商品價值 會使誰的時間 遞減 所以 比如說 你去看這相關的書 它都會講所謂的 所謂的隱含波動率 就是它 它在這時間 它的那個 波動率 會 有了做增減 所以它 利用 這個 波動率的變化 把它帶入 那這邊 有一些 很深的內容在裡面 今天 打算去解釋 波動率的這些數學 其實 這邊 有很 繁瑣的數學 在裡面 今天 就 略過了 這邊 RT 就是 所以你看到 它會有 Target的波動率 跟 之前歷史波動率 的一個 分數 然後 乘上它的 因為剛剛講到 波動率 誰的時間 會有些 遞減性質 這個 BP 是 跟 交易的 費用有關 BP 是 所謂叫 Basis Point 這邊有舉個例子 如果 BP 的值 是等於1的話 表示 BP 的話是 0.0001的話 我每交易 1000塊 我就要付 0.1塊的 費用 所以這個 其實是 一種 cost rate 的表示 就是 交易的 費用 這邊 很簡單 reward 兩種表示方式 一個是直接 用 addictive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multicative 那 addictive 就是 前一段 前一個時間的價格 跟現在的時間價格 的差 那如果是 multicative 就是 兩個的 分數 然後 簡易 這樣子 好 那 這篇論文 它 基本上 它是 三種不同的 RIL 分類的方法 第一個 用DQM 第二個 用 Path C 規定 第三個 用 Active Critic 裡面其中一個 叫做 A2C Rensis Active Critic 簡稱 A2C 這三個模型 來做 那這三個模型 它的 這個 Rose Function 就是它在算 Gradient 它的公式 都會有點 不太一樣 那這邊 DQM 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所以這邊 它就沒有 特別細節去講 那這一個是 Path C 它用到的公式 那 Path C 這邊的 這個 Delta Z 就是它在算的 Gradient 公式 基本上 跟 所謂的 Cost Entropy 基本上是很類似的 只是正符號不一樣 的Log Pi 就是我的 Policy Distribution G 就是 Uptimate 你的 Reward 你用這個 去 迭代 來算 去 Messimile 這個 這個 J 因為這個是 在算 accumulated reward 所以是 算 Gradient Ascent 剛剛是反過來 這個 以後 如果有時間 再針對這個 RL 的部分 因為今天時間有點不夠 這邊就很快 改變 這是 A2C 它的 Loss Function 這是它的 所謂的 Adventory Function 它的 計算公式 是 這是 它 論文 基本上 它用到三個 RL 方法 去 跟 幾個 Best 9 它的Best 9 一個就是 Long Long 基本上就是 賣了就不賣了 你可以這樣看 然後 第二個是 看 你的 損益 是賺錢 還是賠錢 這樣子 第三個 它這邊也稱為 MACD 或是MACD 的公式 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這是它 這裡面定義 用這個 MACD 的訊號 因為MACD 它是一個技術指標 它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 是屬於 那個 趨勢向上 還是趨勢向下 所以我們 也可以用這個 來當作一個 對應我們的 RL 算法的一個 比較標準 另外一個 這邊沒有用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 大盤的指標 來當作 跑贏大盤 還是跑出大盤 這樣子 因為它是 多重的 期貨商品交易 所以它並沒有 一個單一指標 所以它 這裡用這幾個 當作一個 Best 9 對應 這個 是 它在簡單的 介紹它 模型裡面的細節 這個是 它在簡單的 模型裡面的細節 這個 RL 套在 LSTN上面的 Finance 這個 Github 的 實作 大家應該很容易找到 Example 那後面 論文的後半部 基本上就是一些圖表 來比較它的方法 優劣 OK 這裡 有一個 那個評估的 叫所謂的 Sharp Ratio 我們在 第二天 我們會 介紹的 這部分 介紹什麼是Sharp Ratio 這邊簡單提一下 它用到 這幾個 當作一個 驗證它的 模型好壞的 Matrix 這幾個 指標 那 這是它 跑這幾個 指標出來的 結果 那 想當 在這篇論文裡面 RL 都是比 幾個Benz Line要好的 那 是根據 剛剛這個 Sharp Ratio 根據 Return 等等 那 它跑 然後 這三個是Benz Line Rom 就是 就是買了一直放著 然後 這是看 順應 就是看趨勢 趨勢 趨勢向上 就看多趨勢向下 就看空 就做空 然後 MACD指標 DQN DQN Path C Gradient A2C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要簡單的看這個 Time-over就是買賣的意思 買賣的次數 然後成長平均的收益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 比如說 以 FS FS 就是 那個 貨幣 叫貨幣買賣 你可以看到 A2C 在貨幣買賣 它的收益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 固定收益的時候 它也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 類似像固定收益的公債這一類的話 就是 DQN 比較好 那整體而言 你看到 RL 都比 基本上 大部分的 Bath Mine 要好 少部分 比如說 你固定收益的話 這個 買了就擺著 它其實收益也不錯 好 那 這邊可以看到 對於 固定收益來講 這個 A2C 並沒有表現比較好 然後 DQN 本來比較好 可是對於 這個 貨幣 買賣的時候 A2C 本來比較好 第二篇論 這邊 在這裡比較著墨不多 第二篇論 有提到 A2C 它的 模型 它會 比較 適合在 市場沒有趨勢的時候 比如說 以貨幣來講 它的上下浮動 比較沒有所謂的順勢 跟逆勢 比較沒有趨勢 所以在這情況下 A2C 就會表現得比較好 如果是 比較有趨勢性的話 A2C 相對的就會表現得比較弱 這個是 針對不同的交易成本的取一些比較 我覺得食物上面用處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大 因為一般交易成本基本上是固定的 好 這是第一篇論文 你看我講的 它是出手的便利 出手便利就是 就這邊 就這邊 就這裡 turnover 它是代表它是斷軟嗎 蛤 它剛剛那個 其實是它做作 但是代表這個做作是斷軟 等一下 等一下 說 沒有這邊 這邊的縱軸指標 是不是 不是跟剛剛那個 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圖表是所謂的 sharp ratio 然後這個 下面這個 這個圖表是 你賺的錢 對應你的交易次數 那當然 大於0就是你一定是有賺錢 小於0就是你賺錢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variance 這個我也忘記 這可能是它的那個 stand variation 這樣我回答你的問題 這樣我回答你的問題 好 那 第二篇 一樣是用RL的方法來做股票交易 那它股票交易標的是以這個 那這篇論文的 那這篇論文它的 它的 State Feature 選的比較多 多了幾個 那這篇論文的 它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 是 它挑了三個 RL模型 PPO A2G 跟 DTPG 這三個 這三個如果 沒有記錯的話 都是 這個所謂 Ater Critic 的 模型 這三個 模型 然後做所謂的 但它 跟我們一般的 概念 並不全然一樣 我們大概會講 所以它的狀態空間 Action 不是說狀態 Action 的空間 不太一樣 那 對Action 一樣 它有 賣 HOLD 因為這是股票 所以它有賣 跟 手上的持股 它持股有可能是沒有 或是 有一些持股 就是你有多少share 跟買 這樣子 跟剛剛的 0的定義不一樣 這邊的0就是 厚的 就是 我不買也不賣 維持我手上的持股 那 這裡面的那個 這個 H&State 裡面 會從 -K 到 K 那這邊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 賣多少 買多少 這樣子 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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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 空間 也是 連續的 就是 就是 就看你有多少 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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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邊 這邊的 範圍就是你的 買賣 買賣 şöyle 既然 這邊 跟剛剛一樣 我們介紹這三個 RI的分類 OK 这一段呢 再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State的feature 选了哪些feature 跟刚刚不一样的 它除了Price 也有Share 一样它用到这两个指标 MACD RSI 它同时又含挂两个新的技术指标 CCI 我记得中文翻成顺势指标的意思 另外一个是ADI 多了这两个指标 它除了这以外 还有所谓的Balance Balance是我现在手上还有多少钱 因为你有钱才能买 所以它多了手上的Balance 持有的现金部位 因为它有30支成分股 所以它Total的状态空间是 1加上 1就是现金 加上6个 1 2 3 4 1 2 3 4 4 5 6 6 乘上30 30个股票 加1 Total 它的Space 是121个元素的向量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篇论文里面有很多公司 基本上就在讲买卖之间 它的损益的值 比如说 这边是它的细节 简单来讲 就是你的reward 就等于你现在手上持有的 减掉你卖的 跟减掉你买的 然后再加上你买的 然后再减掉交易的成本 就是交易的费率等等 那这些唐之莫杰的公司 它基本上就在解释 这里面的每一项 这公司怎么办 那这边 这一段 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三个不同模型 A2C 然后 DPU 跟DDPC 它所对应的 Rose Function 就是目标函数 它的定义 这三篇 原始的RL论文 都可以 去读这些细节 今天 时间不多了 我们就略过 好 那刚刚我们有简单提到 Sharp Ratio 这个值 什么是Sharp Ratio Sharp Ratio Sharp Ratio 这一篇收益 好 比如说 放在银行里面的固定利率 好 叫Jason就好 不要叫老师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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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ason 对吧 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我Messenger里面贴的第二篇 这个 这是论文的 OK 刚好到这个论文的第一页 好 这一群作者 他们有针对这篇论文 写了一篇Blog 大家 可以去 看他的Blog文章 那 他们也有提供 他们的实作 放在这里 这是 这是 他的 论文的实作 好 这一篇论文 他的Github的实作 放在这里 好 那 那他刚 讲他们也有针对 这一篇论文写了一个 比较简易的Blog文章 来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 大家可以 如果有兴趣可以顺便看一下 还有问题吗 OK 然后来 什么是sharp ratio 那 分母的右手边 这个RF 就是固定收益 比如说 这个银行的固定利率 或是买股票 有所谓的殖利率 就发了现金股币 等等这些 就是他们 所以这里的 严格定义就是 没有风险 就是 Risk Neutral 的Reward OK 那 左边呢 就是 有风险 他的 获利 这样才能够了解 这个 左边这一项 就是 以买卖股票 这个 高炮低息 透过这样的 低买高卖 所赚的这个价差 或是长期持有 然后再高价卖出 这样的一个获利 就是左边这一项 那 下面呢 就 这个SIMARP 就是 在这种 风险之下 他的破洞率 就是标准差 所以 因为 交易市场里面 他会有破洞高 高高低低 所以 他 随着时间的变动 他是有风险的 所以 他这里所谓的 效果Ratio 就是在 每单位的风险之下 他的 额外的报酬 我们也会把这额外的报酬 定义 如果我的理解观念没有错 我们定义这种额外的报酬 叫做Alpha 比如说 你追踪指数 但是你跑赢指数 你多赚 这个就是 Access is Return 这是所谓的效果Ratio 那我们 我们 会用这个来评估说 我们整体的这个报酬 在有 固定的风险 每单位的风险之下 我得到的风许 这个报酬 以这个效果Ratio 来当作一个 评估的指标 那这是在介绍 他的资料集 那这边的 刚刚有提到 他的ensemble方法 ensemble方法 跟一般我们的ensemble 去做 平均或是做 价格平均的方法 不太一样 他是 训练之后 各个训练之后 然后在真正的在 跑的时候 他会先做三个月的训练 然后做三个月的验证 看哪一个模型比较好 因为他这边 采用了三个模型 A2C PPO 跟DDPC 这三个RM模型 所以他个别去跑 training之后 training 除了前面的training data 后面要开始做测试之前 用前面 training data 前六个月 最前的三个月 做training 看哪个结果最好 然后 再用接下来的三个月 做validation 然后pick validation 最好的那一个 当作接下来 一记三个月 去做测试 这是他所谓的ensemble 的方法 所以他基本上 用了九个月 三个月做training 三个月做validation 然后三个月去做测试 然后以validation 最好的那一个 当作下三个月 实际去测试 那这是他实际 这里的这个浅橘色 就是道总师指标 大栏的这个 在这时间 他的这个指数 上上下下 那这三个是 rl算法个别的 的结果 那大家可以看到 PPO的结果 相对的比较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以这个 道总师指标 你可以看到 他从整个时间来看 从2016到2020的5月8号 整个趋势是向上的 那由这个结果 我们就会看到 PPO很适合做顺势操作 就是它有趋势性来讲 PPO它的收益是最高的 那可以看到A2C相对的低 那ensemble 那ensemble 介于中间 因为ensemble是 每一段时期 各别去挑 在那个时期 以前面六个月的那个 TRAINING跟评估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三个月做测试 所以它整理而言 都不会在任何一时间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不会比 单独一的 在单独一个时期 比单一的一个R的方法更好 但平均而言 它的结果相对的会比较胜出 你可以看到它以不同的这个 评估标准来讲 如果刚刚讲的整个时间 趋势向上 所以如果以整体的收益来讲 PPO最好 那如果年报酬率的话 也是PPO最好 可是如果我去算那个 年度的波动率 用Sharp Ratio的话 然后 但我有点忘记这是什么意思 最大层 最大层 OK 那如果以这三个当作评估指标来讲 PONSABLE的方法会相对的比较优秀 这是一样 然后这个论文里面 它有所谓的Turbulence 就是它中间的这些浮动的 它加进了这一项 来让跟实际的股票市场去模拟它的这个扰动 那这边它的结论 它就有提到 针对 针对 实测结果 它就比较适合那种趋势 会变动比较厉害 比较没有 往一个方向的一个顺势 或是一个趋势向下 在这种趋势上 波动率很高的 A2C的表现会比较好 从第一篇论文也看到同样的结果 它在外汇交易 外汇交易其实浮动的波动比较厉害 它交易的损益相对比较高 那相对的PBO 就在这所谓的牛市 就是它趋势 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玩股票 你玩股票 基本上是比较倾向看 因为这边没有大部分的这种 常见时的论文 都没有导入所谓的 做空股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融资借券 或是当充 比较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正常的投资 又一般的投资人 买股票都是做多的 就是所谓的10多头 所以在这种前例下 所谓的顺势 基本上都是牛市路向上 从刚刚的这一个 大盘的这个 从这个道雄市指路 你可以看这些时间 它基本上除了一些 上上下下的变动以外 整个趋势 其实也是向上的 那PPO 甚至是像原始的 Pasic Gradient 它会很倾向于 因为 Pasic Gradient 的特性 它会在既有Pasic 之上面 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 如果 变动不大的话 它的结果 会比较好 比较可惜的是 这两篇论文 还有大部分的 RIL 在 Finance 论文 大部分都是拿 既有发表的 RIL Model 来用 它们并没有 来说 去 变化 现有的Model 或是 Create新的Model 来针对 Finance 的特性 至少 我目前看到 这方面 做 Finance 应用的人 基本上都 局限在 靠用 AI 现成的东西 那来用 比较 没有在 Model 本身 去做 较多的 做磨 如果 有心在这方面 开发 产品或做研究 的话 我觉得 可能可以 针对 Finance 市场 不一定是股票 也有可能是 做 Credit Varication 比如说 评估一个人的 信用度 等等 这些 都可以去 针对 Finance 的特性 去改善一些 现有的 或是新的模型 那 刚才有提到 这一篇论文 它有 open 它的 source code 第一篇论文 它是用 LSTM 第二篇论文 它用到的 Open AI 所谓的 S9 这样的一个 Library 那 那个Library 我没有study的很深 不過大概 简单看一下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是用 CAN 的model convolution 在这个情况下 应该是用 one dimension convolution 来做 在这个实作 这个作者 这个论文实作 基本上 是直接呼叫 S9 来做 所以在 这个 source code 你是看不到 Deep learning 的实作 你要去追到 它采用 S9 Base9 好像是用 TensorFlow 的部分 来做 因为我看到 里面有讲说 它用到 TensorFlow 1.5 所以我猜测 它底层的 Deep learning 应该是绑 TensorFlow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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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提到 好 好 那 第二篇论文 作者 他们有 那个 create了一个 针对finance的 IL library 叫做 Fin-IL 就刚好 讲到第二篇 所以 就 稍微 带到 他们 open 出来的 这个叫做 Fin-IL 这样一个 open source library 那他们也针对 这个open source library 那个 旅日出来一篇 介绍的论文 那这篇论文 其实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整个 Fin-IL 它 有框架 它 support 大概 好像 接近 十种 不同的 RL model 然后 这是它的 三层架构 那 一样 它针对 它的 State 空间 还有 pick up 几个 feature 跟刚刚一样 它就是 Balance 手上的现金 然后多少share 然后收盘架 它也引入了 开盘 最高最低 MACD 然后交易量 这个里面 它用到 也有用到 MACD 跟 RSI 那就没有 刚刚 它的 发表的另外一篇 论文用到的 CCI 跟ATS 这两个技术指标 然后 再加上 这个所谓的 Great Relating 就是说 这个 特征是 以每天 或是每小时 或是分钟 或是看 极短线的 或是你看 长线的 你就会看 这个 周K 或是 月K 等等这些 作者 它的Source Open在这里 在GitHub上面 那 他们也 针对 这个Library Po了三个 Block论文 在介绍 这个Film-Io 的一些 细节部分 那 你从 GitHub上面 可以得到它的 Index 等一下 我 记得它有连结在这里 我也忘记了 这是论文 不过大家 从 论文的标题 去Google 应该可以找到 它的 Block的文章 这顺道题了 这是一个 第二篇论文作者 它针对 这个 Finance 它有在Finance的应用 它 科的一个Library 公开出来 那 除了 这个 GitHub 这些Open Source 我 刚好之前 有读过 两本书 它两本书 各有一章 是提到 用 Dip Lending 跟 RL 用在股票预测的 第一本书 是这个 Dip Reinforcing Head Song 台湾也有翻译 它的第一版的中文 它的第二版的第十章 就这里 这是它的GitHub Source Code 在它的 在它的第十章里面 在这一章里面 它就在 整章都是在讲 那个股票交易的 大家有兴趣 在第一版 跟台湾的综艺版 它在第八章 章节有点不一样 那它基本上 用的Dip Reinforcing Model 有 第一个介绍的是 这个Fully Convention Network 就MLP 然后第二个是 1Dimension的CNN 它训练的Data 是分钟线 就每一分钟之内的资料 我记得好像是用 因为这个作者是俄国人 所以它是用俄国股市的Data 第二本是一本 第二本是一本 好几年前的简体中文书 它的 当中的第六章 也是在介绍 没有全部 但这一章的Data 也是在介绍 股票交易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 这个Dip Learning 跟Finance 还有RL 跟Dip RL 跟Finance 股票交易 如何实作 那这两本书的这两章 可以当作的参考 好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